闪现拉走闪现拉走 可惜是猪妹的人头 一击感觉这个任务就真的只有一种解释 就是他们用训练在这个上中也打得特别好 不然没有其他解释 这里B双招了 看看交闪还是要被硬伤害惯死 想挡普攻 第二下防御打是没有A出来 赌他不玩软斧也不是这么个拿法 这现在这版本除非你要拿开团的辅助 不然就是玩软斧压 诶建模这里是招闪想杀鱿鱼 中路路反扔的很好 这里好像能一伤害惯死了 这路路游走的有点灵性啊 猴子是有闪的 这波游走太灵性了 这样就实话 诶 没闪的剑魔不敢硬伤吧 炎雀能支援的 这里 开猴灾区有点难 毕竟有假神灾 诶 这里 炎雀 露露是直接闪见一个大招 伤害 不然不死 哇 这个史森明太太及时了呀 两波帮中路 一波帮忙杀掉塞拉斯 又一波宝珠炎雀 玩个软斧 怎么跟玩硬斧一样啊 到处跑 这里 没口中路迷路被逮到 我怎么感觉 他妈要3比0了 从之前这个BP BP战术 抑或着这个选手状态 猪魅体系别人优先级不会这么高 也不会是针对你刻意去把猪魅体系给拆散的呀 你懂吧 猪魅他不值得你一楼来抢 或者说是俊佳他不会玩猴子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但也不可能啊 还不分这么高 一个抢龙抢到 打流程很稳 一个大招必输连续的闪现 就是说可能是 俊佳猴子熟悉度没那么高 或者是说没那么自禁 所以说才可以他拿这个猪魅体系 你要是杰杰的话 肯定是一个秒锁猴子 没什么好说的 这里逮到一个 逮到一个牛志哥 但这个志荣 你抓剑魔其实没有太大意义 想实话 你抓剑魔真没太大意义 主要是要这个则理 抓剑魔就是啊 300块加两个助攻 400多块钱 剑魔这里是在单防谁啊 单防塞拉斯 一个扫描扫出来 剑魔还真给他单防到了 但是后续 猪魅是后来配合了 一个大分割战场分割的还行 塞拉斯现在是无伤状态基本 我猪魅没大招这波 这波猪魅大招分割战场分割的 确实还可以 一招后没打断 剑魔打断了吗 哎呀可惜 这波如果打断了就更完美了 你干嘛去了 剑魔TP下来 盐突突到三个 这里再配合则理大招 这盐突突到三个一瞬间 我都不想说话了 这怎么能被 这样 让盐阙也形成到三个人啊 就盐突到三人 那一瞬间这个团就打不了了 28开的团 下去真别投铁这样放英雄了 而且你能拿蓝色方 为什么不上节节能 节节完 魏跟猴子这种英雄 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啊 你要他去玩猪魅这些 我觉得他确实不太适应 但是蓝色方是能抢到好的打野的呀 你上个俊佳 啊就不可能放你波比 我就明说了 不可能放你波比 知道你就是波比绝活 这里一个锁头锁头 嘎啦但是是有闪现 又被太短勾到 好像是能杀 但是后续 魏是想单切 我还可但差一点血 这个好像有点能打 还好是露露最后给了个护盾 好九牛二虎 这终于是把这个 嘎啦给切死了 但是 你切他没用啊 猴子也单切这个轮子妈 大人头水拉的了 大人头轮子妈拉的了吗 现在我跟你说 看经济是虚的 你要看阵容打团能力 对吧 你看经济 这个是没用的 因为这个 这个塔 它是能随时提款 只要你能赢团 你就能去提这些塔的款 那你如果打不赢团呢 啥都拉不到 这里猴子先开 直接开到轮子妈 配合盐缺招后 戒 但是嘎啦 嘎啦怎么走在这个位置啊 后续盐缺跟剑魔 一样的能补输出啊 单核阵容就是这样啊 在拉斯崩了情况下 就是个单核阵容 往哪Q呢 好像要阿走嘞 阿走吗 他洒石阵 这局小谷是无压力输出呀 因为嘎啦帮他吸引太多火力了 打团都没人管他的 上野 就是容易送 但是 其实 中下的发挥都是很顶着 就拉到软斧的时候了 歪跑把把C 就没必要去推翻自己 之前擅长的阵容 又又转过来玩这种硬 真的没必要 真的没必要 不是俊佳玩的有问题 是 这个一抢竹妹就是不行 这里鳄鱼绕后 没用啊输出太多了 这把就纯轮子妈单核 而且轮子妈又要被猴子限制 你们就看起来抓两只剑魔有用吗 抓剑魔然后掉个中二塔 有用吗 没用啊 打人就是打不过呀 EDG预判自己跟李宁打四号主门 在提前验证中 你是预言家吗 喂 你是预言家吗 你怎么知道一定是打李宁的 现在就是一面倒的局呀 前面我是说的 就虽然说RNG经济差两千 但是打团就是二八开 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呀 DBG 展现猴子直接打五个 没得打 我要直说没得打 这猴子将能把团开起来 这个局就是必赢的 什么意思啊 心态崩烂 来看看表情 不说话了 完了 表情很凝重 虽然是2比0了 但是我要把EDG洗一下 BP问题太大 反正今天EDG这个 这个我真能洗 他们这个BP问题确实太大了 这把今天BP占八成 背背背八成的锅 我直接洗 真的 我直接帮EDG洗一下 BP背八成锅 煮 fifth Corporal 农 农 谢谢大家